朋友们 我从厦门到广州了 你不知道我的三天经历了什么 我本来想的很开心回厦门 回我的母队玩一玩 看看工厂 喝点小啤酒 搞点海鲜 结果回去第一天 就集一场委员加全身共鸣 差一点就进了ICCU 急救120送我去的 打了两天针 这两天基本上是早上跑三个工厂 然后晚上打针 今天是我出差的第四天 现在到广州 我在广州还有四天的行程 为了梦想 坚持坚持吧 哎 凤哥 好久不见 你瘦了很多 是吧 这几天 精神不但好 怎么了 没有一年帅了 算是更帅了 但是疲劳 我打两天点滴 等一下我们随便吃点清淡的 我等下还去医院再打一针 那你接着还有厌务怎么办 接下来四天 反正该干嘛干嘛 晚上该打针打针 该吃药吃药 白天该干活干活 为了梦想 狼魔 走走走 赞他妈的站不稳 我这几天行程怎么安排啊 明天呢去东莞工厂 看这个产品开发的事情 啊 然后呢11号呢 要到这个佛山开个 我们停用品的一个交流 啊 要几个佛教级的教练在那边 我11号晚上6点之前 必须从佛山赶回来 因为我好兄弟王正明结婚 他是我特别好朋友嘛 然后我12号一早 我必须要赶回武汉 因为我双杀我要直播 你的情形太紧了 反正我们去的地方 只要附近有医院就可以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直接那个120嘛 对吧 反正还是有办法的 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 应该死不了 你太拼了 太拼了 今天也到酒店了 然后接下来的几天行程 非常的满 我要参加王正明的婚礼 我要看工厂 我要核对我们明年的这个订单 然后包括账 全部都要给他 全部抹平 所以说呢 创业其实卖个拍子 不是大家想的 就是说我找一个工厂 做拍子卖 其实这里面非常麻烦的 原料都采购 平控的拔控 账期 为什么老是跟大家强调 我不靠卖拍子赚钱 因为卖拍子 赚这个钱赚了 你明年会扩大投入生产 你赚的钱基本上全都是在仓库里面背的火 所以说这个生意对我来说真的没有意义 我做球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能够给我配合的品牌 他愿意能接受45天无理由退换 因为球拍好不好打 真的需要你自己去感受 你看那三大品牌 穿了线你就不能退换了 我觉得这是霸王条款 我不想这样 所以说我自己做的品牌 包括我去找一些玻璃啊 还有VS 还有虚模合作 都是他们答应了我这苛刻的要求 我才会答应这品牌 去跟他们配合 去销卖他们的球拍 因为球拍好不好打 不是靠我说 也不是看陶天咸斗打 暗塞龙打 灵丹党打 而是你自己去用心去感受 好用你就留下 不好用 你就退 这是我们的店铺 国语元选的一个宗旨 包括我这些品牌提信 都是这样 然后人事真的非常不舒服 因为还有两天真要打 希望各位羽毛的爱好者 关注我的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给大家送十字球拍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 你就去评论区看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小程序 还有TB店铺 国语元选 感谢大家支持 这两天会非常的累 虽然说我的身体很累 但是我的精神一点都不累 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 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非常开心 我也非常满意 我会继续努力